第八个 什么是新房退税 新房退税指的是新房的GST HST退税 那么这里新房指的是 不管是资助房还是投资房 你的GST HST都可以拿到退税 但前提是新房 二手房是没有退税的 是没有GST退税的 对 我大概算过一下 好像他们是按照8%来算的 我帮一个客人买了一个房子 假如说是37万多 然后他实际上写在Jill Warehouse上的 也就是我算了 他最后写出来的价钱 和最后卖出去的价钱 相比是差了8% 不是13% 他是这样的 新房的HST 我们这里以 比方说资助房为例 13%的退税 那么这13% 它其实是两块 联邦5% 安省8% 但是并不是说 直接省5%给你退回来 它只退一部分 那么有一个数字 就是联邦 是你在买房的时候 你的成交价乘于5% 然后再乘于36% 这是联邦的GST 买房的价钱的5% 买房的价钱的5% 然后乘于36% 对 就是你所支付房价的5% 然后再乘于36% 这是联邦退给你的 退给他的税 对 退给他的联邦的退税 安省的退税就是8% 就是你的房价的8% 再乘于75% 但是有个上限吗 都有上限 最高退你多少 对 都有上限 首先联邦的上限 它有几种情况 35万以下的房子 联邦退税 就是你的房价乘于5% 再乘于36% 但是最高封顶 6300 对 再多没有了 没了 低于6300 就是按照你计算出来的数字 对 你就多少钱 我最多也就给你6300了 对 然后35万到45万之间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听不懂的看字幕 用45万减你的房价 35万到45万之间 用45万减你的房价 剩下的钱 对 剩下的钱 除语 好 分母下面括号 括号 10万乘于6300 10万乘于6300 你给你退就完了 好 然后房价一旦超过45万 一分钱退不到了 超过45万 对 这是联邦的 超过45万一分钱退不到了 然后安省的 安省的话 低于40万以内的 40万以内的房子 就是刚才说的 房价乘于8% 再乘于75% 最高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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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价超过40万的时候 时间24000 就争议 无论怎么样 我就给你24000 无论怎么样 就24000 超过40万 那它一共可以退3万吗 24000 加上6300 对 30300 这些钱是推给Builder 是吧 有的是推给Builder 有的是推给Builder 因为有的Builder 它是比方说新房 资助房的时候 很多Builder 它是帮你去申请这个退税的 对 然后它给你的 相当于这个账单上面 是已经扣掉退税的钱了 是低于它的那个叫价的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它那个好处就是 我觉得数字有竞争力 我看我好卖 这房子 新房 如果是资助房的话 Builder都会在整体运作的 就是在做paperworker的时候 就帮你把这份税给计算出来 然后他去找政府退 退到他的账上 然后房价给你减掉之类的 但是如果是投资房的GST退税 有的Builder会做 会帮你一套做 有的Builder不做 那不做的话 就得自己去申请退税 投资房还能有GST退税吗 有 GST退税 新房GST退税 指的是资助房和投资房 都可以退税 都可以退 对 我一直以为 这个退税是只给资助房退的 他投资房也可以退吗 投资房也可以退 只要是新房 只要是新房 对 只要不是二手的 他的钱是一样的吗 一样的 对 只是具体操作的时候会不一样 大家买新房的时候 这个可以注意 很多人跟我一样 都觉得是只有资助房是可以退的 对 如果你投资房你不退 因为很多Builder 他是不帮你去做投资房退税的 如果你自己不了解的话 你不退 政府就很乐意就吃掉了 那肯定的 很乐意 OK 好 第九个问题 新移民的海外资产应该怎么申报 什么时候做 中国的海外的房产在申报的这个明白力吗 好 新移民 大多数新移民朋友是不知道有海外资产这么一个东西的 他知道他也不想报 对 那首先我们来普及一下为什么建议你们有海外资产的这些朋友们一定要报 对 是在于是在于加拿大首先有个前提加拿大政府是全球征税 也就是说你的收入如果不光是在加拿大本地产生的你依然有境外的钱打到加拿大政府来的话 加拿大政府收入局是会视同这部分进来的钱为你的海外收入 那么要去征税的 那么有的朋友会新移民朋友就是说那我这钱是我国内自己的存款或者是我的一些资产这个折线之后打过来的 那数据说那你为什么不申报海外资产呢 对呀 为什么不申报呢 对呀 可能我怕那我要申报了会不会对我以后不好 这是我经常遇到的问题啊 会不会对我以后不好 不会 首先不会 税务局为什么要让拥有海外资产的人去申报 他不是说为了要查税 也不是说想要扣留你的什么资产 并不是 他是要做一个文案记录 目的就是他要做一个了解 有那么多每年有那么多的这个外汇交易 你转账进来 他要知道你的哪些钱是你在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之前就已经在你名下是你的财产了 哪些钱是你真实的海外收入 那他怎么核实这个钱 比如说咱们现在录完这一段 我就抱我有一个亿 曾经是你可以这么抱 若干年以前你把你的海外资产你往高了抱 对我就抱一个亿 对现在不行了 为什么因为加拿大收入局和中国收入局联网了 对联网之后呢 因为有海外资产的人 且资产在10万加币以上 建议都要报 那么10万加币人民币也就是五六十万了 那么这部分资产其实在你在中国收入局那边也是有记录的 只要两国政府想互通针对某个人互通信息 很容易能查得到 所以你如实申报对你有好处 你没有必要虚高 也没有必要去降低 因为降低 首先说降低有什么不好 就是比方说你的海外资产是有30万加币 在价值30万加币 你只抱了20万 那你多那10万块钱再进来的时候就算收入了 你10万块钱加币的税很多的 因为中国人的心态就是我要藏富 我不能漏富 但其实在加拿大没有这一点 就是说你不要怕说你这部分报给政府之后 政府能拿你怎么着 反之如果你失效报就行 对你如实申报 反之如果你不报失亏的是自己 因为那部分钱进来之后 你不解释为你的海外收入 海外资产就变成你的海外收入了 那就海外收入交税 那就海了 交死人了 你有一个亿 你报了10万 你剩下的9900多万都是要交税 你早晚就把钱运过来 就是这样 那么海外资产刚才说 为什么要如实申报 而且你没法屈高 就是因为两国政府 其实加拿大和很多国家政府的收入局都已经联网了 那么我们这里说中国的情况 那么就是说 什么样的海外资产是需要报的 刚刚提到了一个房产 就是我们说的不动产 那么房产只要价值在加币10万以上的要报 除此之外 包括你的一些银行的大额的现金存款 你有股票 你有债券 你有一些在国内担任一些大公司的高层 你拥有股份分红 只要资产价值在10万加币以上的都需要申报 而且申报 现在是有要求是每一条都要写得很细 每一条的资产价值是多少 那么海外资产一旦申报了 你需要的是每年都连续报 因为你的资产每一年可能会变动 打个比方 我有一百万价值一百万加币的存款在中国 我存了一个定期 那么这一百万加币相当于人民币五六百万 那么每年的利息是不是也会有很多 那么这个算你收入了 对 这个利息 它如果你没有取出来 是依然算你的资产在滚动 那你的资产其实它相当于这份利息 到第二年它就变成你的本金了 对吧 那你第二年本金你的资产是不是增多了 行 那这个申报呢 咱总结一下 申报一定要报 对 一定要报 对你是有好处的 对 但是你在申报的第一次申报 在你每年在申报的过程中 它变现了 变成增值了 是按照capital gain来交税的 对 变现是要按照capital gain 变现是要 如果你没有变现的话 你只是资产本身的capital在增值的话 你只需要填第二年你的capital的这个变化 数字上面的变化 就所有的 咱们简单点说 就是所有的你的数只要在增长 你都是要交capital gain 变现之后都要交 变现之后要交capital gain 对 然后海外资产需要注意的就是 每年都得连续报 如果其中间断了一两年 你没报 比方说忘了 或者说 你为什么其他原因 你没报 税务局会默认 你的资产已经全部转移完了 那么当你第三年在报的时候 你的转移进来的钱 就是变成海外收入了 如果到第三年的时候 说不好意思 我前两天忘报了 不好意思 事务局也说不好意思 你补报一下呗 然后罚款 两天多 一年两千多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是 我想在这边居住了一段时间 有自己一些小生意的朋友 经常 他们会经常问到我这个问题 因为我毕竟也有 开厂管的经验 我想找一个self employee 好 还是我直接是做一个employee 就包括说我是一个老板 我请人 我请人 我是请一个self employee更好 还是直接请一个 就是我给他HST 一个 就是我直接雇他的employee 或者是说 我现在想去打工 我是一个移民 或者我一个公民 我是用self employee的形式 去找一份工作更好 还是我用一个employee的形式 找一个工作更好 首先是两种身份 一种是站在雇主的角度 去看这个问题 一种是站在雇员的角度 对 那首先站在雇主的角度 去看这个问题 要分你的这个 你自己的这个职业 你的对 你的business activity 你的职业范围 允不允许你去做 去雇这些self employee 打个比方 你是地产经纪 你有很多的工作 比方说 去做一些 比方说装修 marketing stating 对 这些东西 这些行业的人 你不可能去专门雇一个 全职员工来做 那么他们可能也不专业 那么这个时候 你去找 你去要找对应行业的那些 能手们 那些专家们来做 那么这些人 就叫做你的subcontractor 他们 就是拿 T4A的人 就是我要做 self employee给他们 就可以了 对 那假如说我现在要雇一个 secretary 或者我现在要雇一个前台 前台 前台 对 clerk 对 这种的 这种的就是建议 就是还是做成employee 就是你的雇员 因为这种雇员的就是他可能是需要做办公室的 然后长期在你的公司里面或者是在你的名下帮你去处理很多文案 或者是跟客户打交道 这些工作 那么这种是更适合做employee 那如果我给他报了做这种subcontractor的话 那从税务局上来说 他无所谓吧 那么这个就涉及到站在雇员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了 那么从雇员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绝大多数人可能会更选 更想去选择作为employee 去拿t4去报税 为什么呢 因为拿t4 他的雇主就要给他扣cvp ei 他有income tax 其中雇主还要帮他多交一倍的cvp和1.4倍的ei 如果他有一天他失业了 无论是因为雇主的原因 还是因为他自身的原因 他失业了 他是有机会去申请失业保险的 如果他是self employee 他有一天失业了 他是没法去申请这个失业保险的 对 那么两者的区别 还有一点就是 如果是self employee 税cvp和income tax 因为是自雇 所以不存在ei 那么cvp和income tax 你的t4a的这个税单上面是不体现的 t4a上面的这个税单上面呢 只体现你这一年 total是从你的雇主那里 从你的上家那里应该说 一共收到多少钱 那么cvp和income tax 自己在报个人税的时候去补交 而如果是你拿t4a 就是employee的话 你的大部分税以及cvp以外 是你的雇主 每月报payroll tax的时候 就已经帮你交过了 那么如果你的收入很高 那么你在报个人税的时候 再去计算是 我是不是要交税 如果有学费 或者其他的什么credit可以用的 那我是不是可以拿到退税 那么就是去 其实我觉得 比如说你做一个self employee 我同样给你 假如同样咱们都是一个月三千块钱来算的话 那对于拿self employee的人 他在当时这个moment 他到手的钱会多一些 对 但是如果说你要做employee的话 我也给你三千块钱 一个月的话 你可能最后到手的钱只有两千多块钱 对 就到手的钱会少一些 但其实你说你有什么福利 CPI CPPEI 你失业的时候 你可能能拿回来一点钱 对 就是EI你可以申请一点 然后当然了 EI也得看 不是说你一申请EI 政府就批给你 首先他要看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失业的 如果你是被fire掉的 或者是自己quit的 这两种情况基本上是拿不到EI的 那如果是因为比方说 是整体的国家经济不景气 市场变动 然后行业没法继续下去 怀孕了 就整价 对 老板就不得已裁员 这种lay off 这种 那么这种情况下 是可以拿到EI的 所以得看 但是EI也不是说 我申请多少就给多少 通常是第一次申请EI的人 是必须满足 你在这一年里面 过去一年里面 工作满960个小时 你才有资格去申请EI 那么EI通常第一次发放EI 会看你过去960个小时的 总工资 总工资的80%发放给你 对 那么第二次申请就更少 越申请都多 越少 对 那其实它也没有什么保障 一个真交了个CPU 没有太多的保障 因为你要说利弊的话 就是双方从税务上面的利弊 你要说从更深一点的去挖这个问题 就是self employee有点好处 就是当你是自雇 比方说我是你的一个self employee 你给我一个T4A 看似我的CPP和income tax的报税的时候 我要补交很多上去 但是当我是拿T4A的时候 我也就是个自雇了 对 那么我是自雇的话 我也有一些合理的开销 是可以用到报税的 买个电脑 我买的手机 电脑 笔墨纸张 甚至汽车 游钱 这些东西都可以用来抵我的收入 抵完之后 你甚至还能拿退税 对 对 那你说如果要是餐馆的人 可不可以做 你说员工吗 对 不可以 餐馆的员工 除此 除此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餐馆是属于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行业 但是也是属于比较一个特殊的行业 就是什么 因为它的厨师也好 还是服务人员也好 他们会存在受伤的情况 然后有WSIB 有一个WSIB 但是WSIB的计算是基于你的Payroll Tax计算的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你都发Self Employee出去了 你的WSIB就是零 这样政府是不允许的 像你在变巷子在淘一些东西 这种雇员还必须得去 对 按这种价钱来 对 但是税务的问题 我在加拿大做了这几年 我自己经营过生意 我跟Jason接触 我这么常在十几年 我们十几年的朋友 这个我一定要嘱咐大家 有什么税务的问题 千万满目的 律师的问题 律师你多付点律师费 律师还能帮你多打打这个关 但是税务的问题 有些时候你想多付钱 都是绑回不了的 对 很多时候 当你接到收入局来信的时候 已经晚了 已经晚了 对 好吧 好 今天的视频 我们就做到这里 感谢Jason过来 给我们进行详细的解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